欢迎来到27度公寓的频道 我是五毛报 我是五毛妈 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按赞和乐推哦 今天又来到我们美食吃到饱了 我们今天来到板桥极多火锅百会 平日午餐559元 平日晚餐599元 假日全日是629元 都要再加上一层的服务费 用餐限时两小时 那我们今天是吃平日午餐进去咯 基本款的生菜沙拉提供了 千岛酱 合宫酱 酱胺醇蛋 蟹肉沙拉 凉拌海带牙 豆皮寿司 坚果拌丁香鱼 拔丝地瓜 酪梨鲑鱼沙拉 马铃薯明太子 香酥臭豆腐 牛肉小汉堡 脆酥牛蚌丝 糖尿雪鱼酥 手作鲜虾香卷 五早味小香茶 冠绿猪脚 咸酥鸡 三角骨 酥炸螃蟹 炸三宝 酥炸皮蛋 干烧虾 葱爆牛肉 卤猪脚 硬瓜丝目鱼肚 麻辣鸭血豆腐 白饭 前都卤肉饭 林肠肉羹 售喜烧牛肉丼 DIY润饼区 白虾和花枝 现切肉品提供了 樱桃鸭腿肉 红鱿鱼片 特选牛肉 以及国产猪五花 生鸡蛋 以及各式各样的面类 火锅专区提供了各式蔬菜 菇类 瓜类 饺类和丸类 海线重点有 柯花鱿鱼 蛤蜊 蛋菜 蟹块 巴鲨鱼 小卷和白虾 炸鱼下巴 自助区的肉品有 鸡腿肉 梅花猪 低脂牛 培根牛 以及羊肉 很贴心 还有素食火锅料哦 各式的酱料 还有萝卜泥 洋葱 姜丝呢 海苔玉米酥 番茄 奇异果 影印 白肉火龙果 木瓜 柚子 红辛巴辣 香吉士 各式小蛋糕 蛋糕卷 奶油蛋糕 奇事蛋糕 一口小蛋糕 中华爱玉和中华豆花 麻糬 凉麻糬 波士顿派 各式奶油蛋糕 小泡芙 水果布丁 银耳桃椒乳 马路连的嫩仙草 比较特别的是 蜜芋头 玉Q 双芹提供了香草 巧克力 以及综合口味 双芹的各式配料 居然还有黑糖绝饼呢 黑面菜洋桃汁 蜂蜜檸檬 右键红瓶醋 古早味冬瓜茶 芒果冰沙 柴燒乌龙茶 黑糖奶茶 阿嬷的酸梅汤 果粒有橙汁 白配DIY珍珠奶茶 还有啤酒无限畅米 口食的杏仁茶 亚麻仁坚果饮 鱼制金石 可可欧雷 莫凡比的咖啡 以及六款热茶包 饮料可能要出现选择障碍了 有运动饮料 碳酸饮料 各式的果汁 零制冰淇淋提供了两种口味 圣提亚冰淇淋提供了八种口味 八款的冰拌雪糕 开始啦 那我们就先从熟食开始吃吧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他家的熟食而来的 快来吃啦 对啦 快来吃 那筷子在哪里 他刚刚有提醒我们要记得拿筷子 结果我又忘记了 等我一下喔 小时候 迫不及待先来吃熟食 他熟食真的超多的 那我先来吃烫的海鲜 那我就来吃酥炸豆腐 花汁我觉得OK 虽然说没有到非常弹 但是它的五味酱很好吃 再来是吃这个白虾 尺寸有点可爱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说OK 酥炸豆腐它是好吃的 可惜忍掉了 不然刚炸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酥脆 嗯 然后重点是它的豆腐有臭 够臭 然后酱吃起来是有点甜咸甜咸的啊 白虾跟花枝吃起来我更喜欢白虾 白虾满新鲜的不错 下次再滷肉饭 那我再来吃的是自己DIY的论饼 那回嘉宜的时候呢 肯定要去文化露夜市买一下的 但是我今天呢 看这个论饼有点大事不妙 因为冷掉了 喔 所以有点硬硬的 不是那一种很Q的 因为冷掉的关系 所以不太好吃 如果要拿的话就拿 你如果刚好看到它补出来 你可以用 那里面的内馅啊 完全没有问题 滷肉饭非常的好吃 但是有点咸 然后瘦肉居多 不错 酥炸皮蛋 黑皮蛋我有拿 酥炸皮蛋啊 是好吃的 但是它上面淋的那个酱油 非常的死咸 我不喜欢 再来酥炸螃蟹 非常的脆 好吃喔 还不错 而且你们这个蟹肉看起来很大欸 对啊 很饱满 接下来吃的是熊家的万蓝猪脚 我每次去屏东都会买回来 嗯 万蓝猪脚很可以拿 Q中带香搭配花生 吃起来不错 再三角骨 三角骨吃起来 香香酥酥不错吃 那我就来吃 葱爆牛肉 牛肉非常的暖嫩 它搭洋葱下去炒 其实是不错的 只不过它炒的酱 醬汁有一点点偏咸 直接吃的话 没有办法吃太多 要搭饭 喔 再来我来吃明太子马铃薯啊 喔喔 这明太子 你看满满的 好啦 再来是我最爱的满猪脚 明太子马铃薯我喜欢 上面的明太子 刚刚好 就是咸咸甜甜的 然后下面的马铃薯呢 非常的软绵 刚刚前面有吃起到我觉得太咸 对不对 这个底哈 居然刚刚好 然后它的咸度呢 符合我要的 吃起来 嫩中带香 满满的焦质感 讚 我自己DIY的这一杯 黑糖奶茶加珍珠 味道真的不错 有像外面单点的水准 喔 它餐台是不是分两边 对 一边收拾 然后一边是有水果跟甜品 嗯 水果甜品那边整个非常的像 哇 也是那里最吸引我 喔 啊我最吸引你的地方就是冰瓶了 喔 紧接着要吃的是拔絲地瓜 它的地瓜是有撒芝麻的喔 我們上周是不是吃小福利 同样我有拿拔絲地瓜對不對 是 有的比了 怎样 喔 不分上下喔 没有 有的比是一吃就知道哪一家好吃 我再来吃这个櫻瓜丝木鱼肚 刚想说丝木鱼肚可以这么厚 原来它下面是垫的豆腐啦 这个我要再去多拿几块 哎呦 非常好吃 然后外加呢 它没有自己乱调味 是上面櫻瓜的咸 喔 那你一定是说 然后中间是 其他 其他豆腐都自己乱调 中间是吃得到 丝木鱼肚的鲜味OK 现在要吃我最喜欢的小鱼肝啊 喔 香酥可口 脆肚油在 酱鞍醇蛋 鞍醇蛋下去滷吧 嗯 中间有入味吗 有 喔 会太咸吗 欸不会 喔 刚刚好 我有点想去宜蘭玩的 看到临场肉羹一定要拿一下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欸 这很可以 很可以齁 只是我醋不小心加了有点多 哈哈哈哈 有点酸 这临场肉羹可以拿 它里面的肉羹啊 是那种烤仔鸡 好吃 大家吃的是 公正包子啊 好久没有去花莲喔 呀 可是去了我们也没有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这个皮好厚喔 中间肉馅啊 还有汤汁存在 这包子皮啊有点厚 但因为汤汁的关系 让你觉得不会太干 嗯 我拿了一个香酥虾卷 非常香酥好吃 这一个也可以拿 还会咬到那个 鼻齐脆脆的口感 虾味也很明显 这还是这个很高兴的 牛肉小汉堡 好像儿童餐啊 嗯 不好意思 儿童餐 哈哈哈哈 就是小汉堡 然后里面有起司跟牛肉 出乎意料之外 它不是雷皮 它还蛮好吃的 哦 番茄酱再加多一点 可能会更好 然后整个咬起来是湿润的 外面的汉堡皮呢 有烤到香 不错 接下来是吃火锅 火锅我点的是 东北酸菜锅啊 我点的是番茄 那它的汤头有九种可以做选择 分别是原味 麻辣 寿喜燥 药膳 泡菜 素食 牛奶 酸菜和番茄 还要算一下猪五花 其实我们今天是来吃熟食的啦 嗯 对 因为吃到这个部分也差不多都饱了 哈哈哈哈 其多它的火锅汤头 绝对不是它的强项 但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在蔬菜区里面 拿了很多蔬菜啊 还有海鲜过来煮 就会变甜了 鲜鲜肉品区呢 我是拿了鸭腿肉以及猪肉 那为什么我没有拿牛肉呢 因为邮寄上次 NO 我觉得它的肉片吃起来跟之前差不多 我现在吃起来觉得压后腿肉比较好吃 我这一锅被我煮完之后 简直就是完美 哈哈哈哈 怎样完美 真的很好喝 我是蛤蜊冬瓜 然后再去调味区拿了薑食下来夾 那温赞咧啦 只能这么说 那你要不要来一碗 好 我来一碗 喔 这简直是蛤蜊汤嘛 各位看一下喔 有两个喔 怎么这么的大心嘛 你看 淡淡 喔 很大一块 喔 太棒了 甜点的时间到了 那我来吃嫩仙草 玉Q 仙草吃起来啊非常的嫩 仙草味很浓郁 倒是这个玉Q 我觉得它如果再Q一点会更好吃 再来是这个莲耳桃椒露 我想说它这一小钟啊 我应该一口就没了 所以我就拿了三个 哈哈哈哈 没有啊 主要是我很喜欢吃这类的 非常的可以 你知道我们去外面买的那个桃椒啊 差不多这样一罐就要一百了 对对 做得很好 然后甜度也非常的刚好 今天算是吃的真的非常的薄 重点是桃椒里面的莲子啊 炖到有嫩喔 对 那今天在这边用餐非常的愉快 我妈妈还一直在吃齁 嗯 哈哈哈 不错 好啦 那我们来讲一下用餐的感想啊 我个人觉得这边的东西真的非常的丰富啊 虽然说它有涨价 但是呢 欸 大家都有涨啦 所以都一样 对啦对啦 用餐环境的部分我觉得蛮舒适的 餐台也非常的干净 但是地上粘粘的我有点介意 那服务人员的服务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开车来的话它是有特约停车厂 就在它隔壁文化路二段二二五项 到底的右手边 用餐可以免费停车两个小时 如果你是搭乘捷运的话 到江子翠站出二号出口 步行过来大约是三分钟左右 非常的方便 非常轰便啦 那今天很开心来这边用餐啦 跟各位分享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喔 那每周的三日晚上八点 都会更新影片 要记得收看 记得到我们粉丝专页按赞 还追踪我的IG喔 想要贴近我们生活美食动态吗 加入我们官方但按钮上角的 追踪起来喔 在这边跟你们say goodbye囉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打赞和订阅 真的很赞和订阅 打赞和订阅 是订阅 现在来电视频 打赞和订阅 打赞和订阅 在您接近